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浪潮 作为08年的德国电影 我想它的另一个名字 恶魔教室可能更适合这个电影的主题 关于德国我更多的记忆是关于二战和工业革命 然而这部电影恰巧与二战相关 虽然是现代化电影 也并没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画面 但是却通过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 德国人自己本身对二战时期的纳粹法西斯 到底是持怎样的态度 在德国一所中学举办的德国周中 老师文格尔带领同学们走进了独裁政治的课堂 对于德国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与枯燥的课堂模式不同的是 这位老师采用了实验授课的形式 他将这个班级当成实验田 进行模拟性质的独裁政治 将此次活动命名为浪潮 也是影片名的来源 与影片形成了一个呼应 浪潮运动的高潮是班上的一群男孩子 在城市内部张贴活动的贴纸以及涂鸦 并且是完全自发性的 他们就像一群蝙蝠一样 席卷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高度 集体的认同感和团队意识 本来处在学校底层的学生弟母 因为这个实验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 不再被别人欺负 然而浪潮的发展 越来越超过文格尔老师的意料 妻子和学生卡罗也极力的劝阻这场活动 他想通过演讲叫停这场活动 但是无济于事 内心受挫的弟母觉得 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就这样被打破 无法接受的他用枪打伤了一名同学 自己也引弹自击 文格尔老师被捕 一切回到原点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 其实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到底是怎样的形式 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来实行 这部电影将学校这种微型社会 作为一个基点 文格尔老师作为意义上的独裁者 学生们由于对他的盲目的崇拜 和对这种所谓的集体主义的狂热 其实已经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而老师其实还是有良知的 他并没有任其发展下去 但是还是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 如果结合二战时期的背景而言的话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的话 一方面由于德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的影响 让纳粹主义开始发芽和生长 一方面德国通过二次工业革命 挤身了发达国家之列 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国内纳粹法西斯的统治 在这部电影中 人们对于集体主义总是有一种盲目的追求 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并没有过多的思考 就像一些学生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加入 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实质 而通过这场活动我们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希特勒在德国会受到很多人的拥护 开除盲目的人 其实还有一些不被重视的军官将士们 因为纳粹主义觉得自己受到重用 从而对希特勒死心塌地 我想这部电影的主旨不仅是德国的战后反思 也是在告诉当代人们在政治立场上 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